我們有關於詐欺詐騙呢 現在已經成為 我們國人最頭痛的問題 很多人深受其害 而且呢 我們政府束手無策 如果這樣的詐騙問題 在我們成立所謂的國家打炸隊之後 仍然沒有辦法解決 我認為簡直是國恥 真的是國恥 所以今天包含交通委員會 內政委員會都召開了這個專案報告 我希望各位官員不要用硬卯的心情 來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短短的三分鐘 到底能解決什麼問題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在3月31號 在黨團 國民黨黨團 我們請到陳鳳馨小姐 因為她就是被冒名在FB 有一個投資的那個粉絲專頁 她願意現身說法 3月31號 我們開記者會 第二天 不但沒有下架 她立刻換照片 換了一個照片 這個照片是什麼呢 看到沒有 裡面是陳鳳馨還有我 還有其他的人 因為我跟陳鳳馨一起開記者會 把這個照片 現在又換了 換到我們兩個照片一起 然後說什麼呢 我就不明白了 我的社團也沒有收費 免費邀請大家加入還是會被罵 我究竟做錯了什麼 部長 部長 主委 囂不囂張 有沒有囂張 非常囂張 有 非常囂張 挑戰公信力嘛 公權力啊 就不怕你 好再來 因為我們時間很短 再來看 就是因為 太多的 報案 你知道我只要去問警察局 每個警察 在我們所有的社區活動 通通反詐騙 然後說每天都要接到 各式各樣的報案 警察同仁第一線同仁 應接不暇 刑事局在清明連假的時候 讓全台35個外勤隊 每一個隊負責實踐檢舉案 向Google壓力測試 下架下架 結果呢 四百多件檢舉案 只有下架三十件 所以 我們第一線同仁說啊 行警說 不要讓我們 孤軍奮戰 所以我要請問 我們今天束手無策了嗎 部長 在前一陣子 兩個禮拜前 我跟內政部長說 你們可不可以去找 Google Meta 還有像Line 這些的 單位 因為我們行事局非常清楚啊 他們不提供資料啊 他們可以 一個好不容易下架之後呢 然後去跟他調資料 他不給 他就是不給 所以我要求內政部長 趕快去找他們 不要讓我們的行警孤立無援 不要讓我們政府被恥笑 不要讓這些詐騙集團這麼囂張 所以 唐部長 你 可不可以去找這幾個相關的網站 因為有關詐騙 他實在太多 有的詐騙集團 電信 銀行 然後有這些社群平台 至少這些社群平台 可不可以請他們配合 我在這邊可以透露啊 最近澳洲政府已經直接去告 告Google喔 因為 你們都不配合啊 他們同樣的問題啊 他們認為你們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那個什麼 幫助犯 所以你不配合 他們只好去告他 所以 部長在這邊可不可以承諾 你用盡你最大的力量 把這些下架 剛才 李貴明委員說 一個禮拜內下架 我在這邊賭你沒辦法做到啦 因為他們立刻生出來 我有說會有心的 對 沒有錯啊 這個陳鳳欣 立刻變成另外一個陳鳳欣 謝金河兩年前說 如果喔 不解決國家會滅亡啊 後來最近 對對 那個主委也點頭齁 最近他又發臉書 他說他受不了了 他去找那個內政部長 因為林佑昌先當內政部長 他也去找他 他也去找那個 什麼檢察長 找了一堆啊 怎麼會這樣子啊 蛤 我們政府 我們國家怎麼辦 我可以講兩句嗎 可以 如果那個 那個我們主席讓他講兩句 非常簡短的 對 其實要有要決心 是儘管會剛才的 講的那個態度 我覺得在全世界來講才是智本的 就是說 嗯 投資他必須要是 先是投資機構的電子簽章 有了這個簽名 他脫博才讓他上架 不然的話 所有投資性質的都不應該上架 這個才是智本的辦法 立刻做 好不好 立刻做 我們我們就是 今晚會跟數位部 我們不斷的在跟Meta 跟Google溝通 那但是我想 重點還是大家都要 不管朝野都要同意說 我們之後要朝這個方向 我們當然同意啊 不堪其擾 我認為是果汁耶 可以這樣囂張嗎 是 謝謝委員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他是澎湖福峰喜萊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 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 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 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這個位置 我們在加分